上高了上高了 我掉 怎么是这种鞋子 我掉 咱们是破鸣子呀 你们还是看我的吧 我掉 好大的榴莲啊 小笨 你好好看看 什么 是榴莲皮 我让 好重啊 我拉不动了 大家快来帮帮我 哎哟 哎哟 我拉 好大一口蛋 怎么会在水里呢 孩子们 这是七彩的 可是 它明明是灰色的呀 细彩蛋的颜色一旦恢复 蛋壳就会碎掉 老师 那蛋里面是什么呢 老师也不知道 快走快走 我们去帮它恢复颜色 我们用彩色颜料 帮它涂颜色吧 我涂 绿色和黄色有了 我涂 橙色紫色也恢复了 我涂 蓝色也好啦 我涂 黄色和青色也好啦 太好了 其中颜色都恢复了 可是蛋壳怎么没反应呢 糟了 下雨了 你们看 蛋壳的颜色又变成灰色了 不能用颜料 我们要想想别的办法 还有什么是七种颜色的呢 小朋友们知道吗 嘿 对了 我们可以请彩虹阿姨帮忙啊 孩子们 是你们叫我吗 彩虹阿姨 你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蛋恢复颜色吗 当然可以了 我非常愿意 彩虹雨 开始下 哇 你们快看 蛋壳变成彩色的了 谢谢你彩虹阿姨 孩子们 不客气 快看快看 蛋壳要睡了 妈妈 我要妈妈 别哭别哭 你的妈妈是谁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我的妈妈是紫色的 黑暗魔王是紫色的 我们先去问问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 这是不是你的孩子 什么孩子 你们在说什么 她的妈妈是紫色的 你也是紫色的 你们别胡说了 她不是我的妈妈 我没有这么丑的妈妈 什么 你竟敢说我丑 看来 她的妈妈不是黑暗魔王 还有谁是紫色的呢 对了 一定是凯琳阿姨 凯琳阿姨长得漂亮 还一直穿紫色的衣服 那我们快去找凯琳阿姨吧 我真的很丑嘛 凯琳阿姨 我们把你的孩子送来了 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弟弟啊 什么 这不是我的孩子 也不是凯琳阿姨 那她的妈妈是谁呢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我们还是先带她回河边吧 她的妈妈到底在哪呢 妈妈妈妈 我的孩子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都怪妈妈 不小心把你弄丢了 太好了 终于找到她的妈妈了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欢迎你们到我们彩蛋行星做客 我们一定会去的 小伙伴们 喜欢听听故事吗 我们下次再见哦